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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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句,聯賽網追到藍華好貼,完 我們去第二張照片,麻煩你講講藍華對飛馬 藍華好快呢 好,這場聯賽杯四球賽事,藍華驚濤蟹浪之下 憑著寶時四分鐘,中村遊遊截殺 二比一擊敗,太陽飛馬 十四日五場地獄賽,四勝一負 驚濤蟹浪之下破地獄 大家要入場看這場球 我們先講藍華 我們看到一個很熟悉的臉孔回來了 陳少奇,不是陳七,是陳七 不如先講講今場 想講一講馬利澳的調動 藍華教練的馬利澳調動 他今場擺出一個陣 其實跟上場球是九成相似的 只是車樣抽,因為停風,停賽 中村有人就代替了艾華 證明了兩件事,首先他不相信那一種後備球 即是林學熙、李威廉等 即是上場對著奧迪出的下跪 應該大多數都不用了 而第二件事,我覺得他相信 他這個領隊是有經驗 他去到這些時刻,經過這麼地獄的賽程 他明白他對球有時候很好 他覺得這個時候是士氣的鬥志是比體力重要的 所以他就出了這群球員出來 其實我們在上半場的時候 看得出他真的很累很累 很累,走不動的 真的很累很累 其實他有幾個調動,我是非常欣賞的 首先就是陳少軍 其實他上半場真的很遠 你看到他拿著球 他直接下跌了 他就找了謝家強進來 謝家強兩個月沒有比賽 傷了 你看到他的身形是浮腫的 完全沒有狀態 但是他的指示很簡單 你負責頂球、折球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做球 做球交給其他隊友就可以了 你看到他也很安守本分 他不會像以前那樣 慢慢地衝到前面 他完全沒有做這件事 第二件事,陳偉豪換出 就由羅素入體 中堅位那裏 我相信大豪是有傷的 他拉傷 羅素這裏 他這個調動我覺得不錯 就是他放了羅素下來 他應付的是拉絲石 他們身形差不多 而拉絲石沒有的速度 羅素亦都是沒有的速度 可以說是塌塌陷 我指示就是 你跟著他就可以了 你死纏著他 隔壁保站就捉住你 你怎樣?你上?你停 一直跟著有提搶 他表現又不是太差 我覺得還可以的 再之後 換走比林 亦都是武器 他38歲 其實他上半場 都已經看到他走不動 不過在下半場 中段才拔走他 因為一直都追不回一球 我們在想 換誰呢 我們都覺得應該是伊達 我看一看的時候 多害怕 看到鄭麗軒 在衝出去後臂直到 原來他下班坐下 然後換了伊達 伊達進來 伊達進來後 打回右中場的位置 他右中場 又不是很落底線 左腳 他就被肥仔在右邊上 中村跟陳七 擺在雙前頭的配搭上 效果也非常好 陳少奇 剛才Mike哥也說過 陳少奇這場 我覺得他近這五場 都是非常好的 這個位置 九號半是非常適合他的 他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策認 可以合作 把這個中前場 其實有個串連在 他自己也有信心 說得誇張一點 陳少奇這場 應該是在中央回來以來 最好的一場 我就是知道 第一腳 上半場第一腳 吃到這麼晚 不打飛機 真的來了 對不對 這場球來說 不知道是陳少奇 累還是什麼 你射球不要射那麼大力 你射其他大力 沒所謂 但是就是說 這場球 其實陳少奇來說 尖前顧後 什麼都有 你很少可見到陳少奇 回到三閘線 回房 還要是中堅 他令我想起 因為那時候 他踢省廣盃 衝到龍門爐 搶了那個 入了 然後很多年前 剛起的時候 剛起的時候 他有那種鬥志 其實我覺得他一直都有 不過他可能 紅了 大家不喜歡他 就覺得 你不要這麼裝傻 不要那麼囂張 大家講了這麼多藍話 都要講一點飛馬 飛馬很有趣 他習慣 上半場 真的扯得很快 但是你看到 其實 他的攻勢 都是和里亞那邊 你怎知道 左邊 是沒有什麼突出的攻勢 可以做出來 補充一點點 其實車洋抽這場 摩尼的位置 真的挺差的 其實已經 都不過不殺 我又不是說 他那麼差 你厚度而已 歇場 有一點歇場 那些中場的控制 都給了藍話 飛馬縮 那就糟了 飛馬不縮 一直都知道他 一陽位就糟了 就上個星期 又來 其實他下半場 都有攻勢 但是那些攻勢是打反擊 也是和里亞那邊 還有他有攻勢 去到左邊 有個墨基也是沒有用的 你職業球員 你控腳球 你不是這樣 你控也控不到 肥仔跟他做開隊友 很好看著他 踢開你 知道你實力有多少 拿著那個球 你那個球 不知去了後面 然後踢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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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然後肥仔看到 就馬上拿回你的球 麻煩了 也免得 還有看Carlsir的調動 又奇怪了一點 60分鐘 分走葉子晉 分了葉子晉 但是 有什麼效用呢 我看不到 換了出來 沒什麼效用 然後到80分鐘 換走拉絲石 拉絲石我都知道他累了 其實整場 不過他都沒什麼表現 他有點傷 真的累 但是不知為何 最後的10分鐘 那些球想捱 想攻回頭 攻到保時階段 就糟糕了 一下被人藍化打反擊 被陳少奇射個軟射 中村有人補射 這樣就搞定了 但其實 你都想著 他換了兩個人而已 第三個 他也是想著加時才換的 但是想不到他 下半場尾段 他還想捱 還想在那段時間 多贏一顆 那會不會是 卡爾Sir給指示 是這樣做 就是那些球員覺得 我可以在尾段捱一顆 但你看到 那些球隊其實不上 你見到前有前踢 後面有後面踢 這個問題 想說一說 林家亮 林家亮大家的印象 他都是不斷的助攻 有上沒有下 他這場 他沒有助攻 他站在後面 我發覺他不會踢 他好像不知走去哪裡 你限制了他的活動範圍 他就沒有事做 沒有事做 他就摘死了 糟糕 究竟上好還是不上好 這件事我相信是 卡爾Sir下的命令 一定是 這場球來 可能和尼亞 就開始見到 林平的和尼亞 但是另外 快手說一句 這個情況 其實這場球上谷 是早幾場的時間 大家還說 上了一場聯賽 他無緣無故是 泰晨鞠鞠鞠鞠鞠鞠 鞠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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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 他是自己有準備的 他最初 我原意 用教練的想法 就是 最後八十分鐘 你們盡量 最後八十分鐘 十分鐘 我就 趁你們病 拿你們的命 趁你們有點累 想著就逼你 怎麼知道 原來南華在 上了三十分鐘 已經是扣得 你們這群小子頭暈暈了 其實南華下半場 已經是 踢順了 因為你把球給南華踢 球感翻了 上半場 不是 因為上半場 飛馬控制到中場 打你的 南華都擺明 我是守你的 我捱過上半場 那就沒問題了 克服了 基本上你 腹肌溫順了 當時你飛馬縮得太厚 其實很典型的 飛馬一場賽事 由上季開始 也是這樣 斧頭蛇尾 這場球還要摧毀太神 兩場球連續輸近處 非常奇怪 這件事 今季太神的表現 非常穩健 我可自然的 上三路下三路 一時沒問題 你沒想到 原來每一個強勁的陸門 都有它的召喚 而它的召喚 竟然是封琴柱 他連那些全中波 都很有信心出來 雙手就接實 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 如果飛馬下一季 真的要再爭取好成績 相信在某些人腳 甚至是外援 人腳方面 都需要作為危規模 我覺得它要尋找一些大哥 冠軍級的人馬 算我得罪說一句 這一隊太陽飛馬 都是一班二線球員組成 他們沒有那些大哥 可以壓到場 唯有勉強大哥叫拉絲蛇 不過沒辦法 拉絲蛇始終都年紀 開始老邁了 這件事其實下季 飛馬下季再努力 首先去下一張照片 另外一場聯賽會四場 傑志 一比零擊敗黃大仙 這張照片 我特意跨著主角出來的 這場球員是陳銘紹 當然先說這場球員 傑志 憑著勞軍儀一個右路的單刀 半單刀球就搞定了 當時十人應戰黃大仙 黃大仙 我想快講兩句 第一 基本上十一個證書名單 只有九個是Active 另外兩個是炸彈 一個是右袖王景華 往往都是炸彈 不是炸彈了嗎 死了 一無所料 所以這一場球 直同停三場 拜託黃大仙 不要給他錢 另外一個叫陳紹遠 這個陳紹遠 身形高大 但是轉身又沒有 用波能力又沒有 防身力又沒有 都不知道把他來做什麼 所以這件事 黃大仙其實打十個 和打十一個是沒有分別 因為實際ActiveActive 都只有九個 OK 但是我想先講講 我不講結字 我想先講講黃大仙 因為其實我很想 賺入曾文輝 因為這場球 他的破舊能力 或者是一個 他的折擊量非常好 即是他曾經有一球 是下半場 徐德瑞 是正中眼射過去的 而且是散到 散到人家 對腳的 但他剛剛擋出 其實他的反應 還有有一球 我忘記是誰 射過去的遠處 那球 盧文輝 盧文輝是在左面 下半場 他是一下子擋走了 其實他上半場 結智的攻勢 已經破了四球 很完整的球 但是他要考慮自己 訓練一下 就是他交出來的球 因為他交的生球 他通常不知撕了去哪 撕了左右兩邊 撕了外出 而且他用手扔出來的球 他是會拋攻陸線,很容易被人折回來 他簡直是不知道怎樣騙著,通常是平飛出去 但他這樣拋出去的時候,就會影響到後防怎樣拿回球 會拖慢,甚至被前場的人逼迫 這場譬如說,曾文輝又突顯了王大仙後防之間 幾千瘡百孔的情況 王岸化前面有一條這樣的後防,你不打好身價就不行 這場譬如說,至少證明曾文輝是打出身價 王敬華爆了,一向都是 一個武器,徒有速度,年紀大,零位置錦的左右集球員 是理想的 而且他拿紅牌,他自己失位 24分鐘的紅牌是很無謂的 你任由他去射 這麼早,24分鐘,現在不是74分鐘,84分鐘 可以追 通常一個情況就是,因為應該是保聯盧 保聯盧單刀 正常一個後防球員都是這樣吸收 都對的,只不過他出了手 出了手,無手無腳 另外一個情況是因為他本身失了位 他立即補和,是急的 但其實,反過來,我要罵保聯盧 由開季買回來到現在,始終有一件事 他是真的做了一件事,慢 我不明白為何他打邊也打到這麼慢 即是他跑到這麼慢 即是那班人不需要他跑那麼快 即是你說他慢,但他的充斥力又挺好 我覺得他靠充斥力可以做得上去 反而 即是這件事是結智其中 今季來說,安基斯做不到一個點 本身安基斯今季的表現 所以為何香港隊明天有他 另外值得說一說 今天這場球的球證是陳銘紹的執法 大家有些手足就會覺得 這傢伙都判得很傾斥 大哥很難捉摸 上半場你就抓緊 下半場你就放鬆 有些個別的犯規 一個犯規就是兩種程度的判法 很難捉摸 所以這場球,現在畫面圍著他的情況 正正就是這場球的火藥味 其中一個寫實的反應 這張照片就是上半場尾段 四十多分鐘 李健連續兩次飛鏟 然後第二次飛鏟 就是落腳 不知道中波人中人 中了 中了 上飛了 那球證真是厲害 這樣這麼兇狡的難節 都是不給牌 暗兩句就算了 他常常在丹尼興 就是因為他被李健踢跌了 那波尼昌想要解圍 想要解圍怎麼解圍他 然後杜馬斯又過來吵架 高密論點 其實這個球證 有些印象他始於情外組的情況 情外組的特點是甚麼呢 就是不能控制球賽 沒有死人想不想不想不想 而現在的長寶 然後呢 火藥味充滿著火藥味 另外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你們說的那個判決的時候 有兩個判決 第一個就是阿寶蓮奧的判決 就是浩泰哥是正確的 但是臨尾最後一刻 李健右路這樣吸下去 李健右路這樣吸下去 被人單刀那一刻 為什麼那球不吹呢 這球也是是親獨協賽呢 那個程度是一樣的 單刀來 Major 但是 Dr. Antonio滿 terce呢 金泰文吧 那散北 uży了 這場球也是千昌百孔的 Abster 宜太Q 和說他另外那個判決 就是六分鐘的時候 這個丹利就在禁區 在傑子自己禁區 在踢跌了這個新組 所以在 died 我覺得這球肯定是12碼 但其實我又這樣說 除了這些判決是錯誤的 但我覺得其實他又不是很傾斜 我覺得其實是不偏頗的 他是很害怕的 那些球員那麼生氣 他不知道怎樣處理 他就呆一呆 反應慢了 就看到這樣又不吹 他不是怕了這麼傾斜 整場都很可憐 整場都很可憐 我不敢說 球證應變能力很差 有球員犯規 他都要想一想 想一想再吹雞 那就糟了 有些球會不會給得益呢 但是他又快了 很多時候他都不會給得益 這場又快了 你一下就已經有另一個攻勢 你沒有吹到 回不了頭了 所以這些球證真的出來吹多一點 或者再不要介意 這個說法就是 落下低層次的組別 出炳組那些 學一下怎樣跟蹤 一定要啦 你打靶 好 我們在下方說明天香港隊的情況 香港隊明天四點鐘 就會在旺角大球場形戰關島 入場的盡是入場支持 如果入不了場的 明天某個報章的網站 都會有直播的 不過我看回大軍名單 我看到很少的年青的球員 即是看到 有歌別的球員 例如陳紹軍 羅廣威 梁冠聰 梁樂恆 梁樂恆 梁樂恆就沒得入了 看到這些名單就很熟口 有些球員很奇怪 陳文輝三個月沒有正選 打或者摩點出過 為什麼還可以入選 你前面安基斯 陳文輝 麥基 你派這些球員下去 有哪一場球都踢得好 麥基不是入幾球叫好 大哥入兩球 他那些表現 大家有看一場球 就是空球掉腳 射又不知射去哪裡 你一季入六十球 我都是射你 就像當年的巴里 我可以告訴你 還有你一個藍華 羅廣威 今年大屬大勇 我直接上了位 球員 你不用他 是不是累了 陳紹軍是不是又累了 我還有一件奇怪 後衛方面 只有大豪和法徒斯 打中堅 阿孝又進不來 其實會不會是 有些保守得太 有些關 有些玄機 試聶齡風踢中堅位 他的身賽都是這樣 大聶齡風 但是好像又 近來剛剛好像 又好像 沒什麼狀態 沒什麼正選 沒什麼狀態 你看到他的中場陣容 是有三個防中在 他可能又會把白鶴進去 因為白鶴在中超 現在都是踢中堅 另外一個情況 我非常擔心左閘位 郭健邦輸了這麼久 終於又入選 張健鋒這段 有些傷 但是 又有些入選 真是奇怪 左閘沒有選 郭健邦輸了 中間來說 很奇怪 為什麼沒有了這麼健康的徐德瑞 又沒有了盧君怡 沒有了王陽 不知道是不是對於 3月29日的陣容裡面 有些解說 你也會說 健康嘛 當然是流力的 一早都溝通過 二致跟Kim Sir那邊 即是 爹地出來 我都給你三個 人志二進 還想怎樣 還有彭也在 我看到這個名單 我想說法徒斯 法徒斯35歲 他是港隊新丁 你又不用梁冠聰 你這些時候 我覺得 你反正都是 可能是 他都沒有踢過制裁 都不知道他是怎樣 我寧願 那些時間 給年青人 即是說 踢得不好 可能令港隊成績差一點 法徒斯你還踢了多久 衰無所謂的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 你沒有勇氣去衰的話 你香港都是沒有前途的 金Sir想一想 一年二百萬 不是那麼嚴殘的 我想跟你說 但是你愛仗家要 正常 敢不敢動 我特別感動 因為他是有能力去做這件事 有可能多數都是坐椅 不知道 看到林家瑋你打正數 都是坐多 但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對著這些友誼賽 你都不出一下新丁 去填補一些位置 大豪始終有一天退下來的時候 誰真的頂他 這個 不要玩 但其實你說 有資質的年輕人有很多 有幾個在 你說梁氏兄弟 阿孝 甚至乎 弟弟就去了台灣 我寧願 你出張志勇 都不要出發圖師 我寧願衰被張志勇 說真的 反正連青球員 還有機會 他會改過 應該這麼說 其實現在二老大生 都希望 如果基南亞早些搞定 4月 新一波外圍賽 看到他抽籤 6月開球 希望香港隊 明天 入場就入場 明天如果盡可能 希望香港隊贏 保住第四檔次的席位 手足回來 麻煩 麻煩你講講賽程 明天賽事 3月28日 香港對著關島 在旺角牆 4時 有某一個台會播 3月29日 標準流浪 主場對著潔志 3時 在九龍灣 你會輸8比0嗎 應該不會 我不懂 我不知道 各本不知道 說完這個錄播時間 本港台是1時22 4月3日 有一場復活節的比賽 東方對著黃大仙 2時半 將軍澳運動場 今天是直播的 OK啦 Garry 麻煩你講一個U22的時候 對 亞洲足協U23的外圍賽 U23 對不起 今天赤了第一場 對澳洲 直吞半打 對李寧 正常 之後就去到29日 香港對緬甸 4時 4時 全部都是高雄市 國家體育館 4時 4時 7時 到31日 美關 中華台北對香港 晚上7時 全部都是高雄市 國家體育館 好 金Sir來講 贏2 輸1的目標 現在達到了一半 輸1 贏2又怎麼辦 大家懂 沒辦法 對 你這場球 澳洲的水平 速度 體力 全都贏了 因為現在澳洲 已經不是大水牛打高球 那年代 我今天看來 全部都是地球 亞洲盃那代 對 地面進攻 完全是速度 追不上 大隻又不夠人大隻 香港隊 都叫做肯打地球 澳洲隊 每一個街梯 年輕球員 都在踢地球 去年 U18 已經看到 整班隊 都在踢地球 大腳都是在踢地球 不過我覺得 香港就技不如人 不要緊 不過那個態度上 我覺得要好些 就是說卓耀國 他很放下 開球 沒來就是這樣 這季 這套契 但一腳好球都沒有 代表香港 你不夠人 你就跑多兩次 他跑不動 你相信我 大家男人落球場 你相信我 你半場你見過他 你本知他跑得動 但我也見過 我和你一起聊 沒什麼 OK 明天的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香港隊 你現在 喂 交場交場 接下來 我11點半 時光焦點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 下個星期五 繼續有進擊港超聯 多謝大家收看 走啦 拜拜